第一 一百多米深的井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我辍学之后 就直接出去打工了 得干活了 对 当时去围方干活 是掏下水道 当清洁工 然后那个刚干一段时间之后 一分钱没发 然后就把我们给拉到青岛 青岛当时有一个工程叫 隐黄济清 就隐黄河的水 救济青岛 对 然后当时就那个要把很深很深的那个井 那个井深至少的一百多米 哎呦 受过大罪 还好 我觉得当时不会觉得是吃苦受罪 其实是好事 我跟你说 受罪吃苦趁早 别等五十来岁再这样 是 我觉得那时候很快乐 很快乐 就无非是为什么受不了 是因为当时那个手全是泡 全是血泡 就拿不了那个 就是那些铲子什么都拿不了了 就没办法 没办法干了 就只能回来 这是一个一百米的故事 还有一个五块钱的故事 扣了五块钱回家是怎么回事 也就这次事 是因为真是没钱回去 因为没发钱 到现在哪个钱都没给呢 为什么不给啊 他 我顾着那包工头的事 就没打算给啊 要不下来 要了 没有 就说没钱 那时候回去之后过年的时候 农村一般都喜欢过年 比如说你出去打工啊 去包困托家那里去领钱 去了 去了好几年都没要下来 这个钱 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钱 连五块钱 车钱都是凑的 对 都是跟别人借的 跟我们同事出去的一个大爷借的 这回家之后 怎么跟家里说啊 我出去打工一分没证来 年怎么过啊 就是 就只能跟父母实话实说 但是又不能说得太苦 因为说太苦他们太心疼 包上去了 对 也太心疼了 就只能说 哎 就我不想干了 就想家了 就只能这么讲 对 老爷子没不高兴吗 上学不好上 挖井也不好挖 你到底要干嘛 对 说我要当营地 汉铁不成钢啊 我父亲会有这种感觉 汉铁不成钢 你说你上学不说 你不是说打工吗 打工你说你干嘛 给回来了 会有这种想法 对 到后来在老山 一个艺刷厂开始上班了 不是 也是在我们老家的 一个艺刷厂 对 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那个是六十块钱 七十块钱吧 觉得多吗 哎呦 很多了那时候 真的很多 你一个月能赚六七十块钱 很多了觉得 干什么活呢 就是当艺刷工 量纸的那个员工 都会做 对 我干得很好 累不累呢 那这肯定是很舒服了 跟那个比起来干那个 挖钩墙 对吧 比那个挖钩要强很多了 住在厂里吗 住在厂里 大家有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就没 就是 也挺好 也挺好 体体生活 很快乐 对很快乐 这六十块钱给家寄多少 一般来讲就是 六十块钱会寄个五十块钱 自己留十块钱 对 留十块钱 这十块钱花在哪呢 因为我馋 从小就馋 哎呀 真客气 对 不是 真的 我从小就馋 我看什么东西我就馋 你没吃过吗 我们这橘子真万幸 对 我相信想吃 来 所以我那个 那时候家里不是那个有 就是我喜欢吃鸡蛋 那个 就是一咳嗽 干咳的话 我们老家有句话说 就是说你这个鸡蛋也炒了 不放眼 就直接这么吃 会致干咳 所以我一尝了就干咳 一尝了就干咳 我说我妈 我先就说 你怎么天天干咳呀 我说是 我也天天干咳 不是干咳 是想吃鸡蛋了 留这十块钱 就是买小吃的 对 厂子管饭吗 不管饭 但是你是用自己钱片买 这十块钱够吗 对 我们自己带咸菜 自己带煎饼啊 咸菜煎饼 我们自己带 就可以基本不用花钱 偶尔都花一点 十块钱买点鸡蛋就差不多了